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信大家对于失眠多梦记忆力下降这样的症状,肯定是不会陌生的吧?失眠多梦记忆力下降是我们常见的一种症状。失眠多梦记忆力下降的出现虽然不会威胁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但是失眠多梦记忆力下降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并且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学习。 我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出现失眠、掉头发、焦躁等现象,去医院看了医生只会给我开一堆一堆的药,先吃的安眠药斯诺斯和抗抑郁的药米淡瓶。 斯诺斯很管用,适用于入睡困难的紧张型失眠,像我这种重度失眠患者,吃完之后,20分钟之内就可以睡着,效果很好,但是缺点是会有药物依赖性,像毒品一样心理成瘾。 如果某天没吃药或者药刚好吃完了,就会开始焦躁,害怕黑夜的到来,害怕自己会失眠,害怕自己又一夜到天明,真的是那种发自内心的恐惧。 米淡瓶用了抗抑郁,医生说一吃上就得吃半年,突然停药会引起重度失眠。 这两个药物我吃了半年,米淡瓶只是让我的心情变得好了一点,其他没什么特别大的改善,等我再去医院的时候,因为我每天胡思乱想很多,医生觉得我有轻微经分状态,又开始剂,去给我开其他的药,感觉在往后,是不是要把我当精神病人关起来啊? 根本就不了解我的痛苦,简单粗暴地分析开药治疗,而我真的不想再吃药了,我还年轻,不想这样一辈子依靠药物活下去,于是我开始自己上网上多方寻找治疗方法,看了很多的帖子,发现大家都有同样的症状,白天抑郁,容易焦躁,总感觉生活没有乐趣。 一到了晚上,又分为两种情况,要么是小剧场上演,各种声音各种人,站在你的床边,坐在你的床头,开始叨叨叨,真有点惊分的感觉。 另一种就是四大街空,像在庙里听敲墨鱼一样,置身于一片茫茫的空间中,恐慌。 于是我又开始寻找治疗失眠的方法,只不过却没有什么可靠的方法,后来惊人介绍,说是中医治疗方法比较靠谱,可是对于中医的治疗方法,这些年的经历,让我还是感觉到它的效果。 但是想要找一个很有效的治疗方法时,我却没有任何头绪,为此,我找了很多亲戚朋友,在网上也找了很多的治疗方法,也试了很多次,只不过效果一般,只是在白天的时候,不那么低迷了。 不过,我的努力还是得到了回报,我在南京张钟爱教授坐镇的中医一点通中,发现了一款治疗失眠的中药诊,虽然我当时并不对这种治疗方法有什么信心,但是那段时间我的失眠症状已经让我无法抵御,所以我就买了一个试试。 刚开始的时候,效果并不算明显,只不过可以让我睡眠的质量略微的提高一些,当我我觉得自己买亏了,可是心想,不就是个枕头吗?反正买了,就当是个枕着睡觉的东西。 但是当我使用了几天之后,我就发现自己的睡眠质量越来越好了,往常一天不过睡两三个小时都算长的了,可是现在慢慢的,可以一直睡上四五个小时。 不但醒的,感觉到它的效果,我就开始继续使用。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治疗之后,我现在通常可以睡上五六个小时,甚至当我心情好的时候,可以睡上个七八个小时。 睡眠质量好了,心情也好了,那些抑郁症的情况也消失了,心情一好,睡的质量就更好了。 效果的话,刚开始的时候效果并不算明显,只不过可以让我睡眠的质量略微的提高一些。 但是当我使用了几天之后,我就发现自己的睡眠质量越来越好了往常一天不过睡两三个小时都算长的了, 可是现在慢慢的,可以一直睡上四五个小时,不但醒的。 关键的是白天的时候可以让我特别的精神,然后我就开始继续使用。 经过一段时间,我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而且我也已经把枕着这个枕头当成了一个习惯。 心情好了,睡眠质量也就好了,生活的也越来越好了,失眠可能是工作压力过大,精神不够集中,自身的一些因素导致的失眠。 这种病症建议去正规的医院尤其是中医科治疗比较好,因为中医药对病患即达到治疗目的又有效果。 有好多这样的有失眠病症的例子,对于中医药的治疗那是趋直可数的,在治疗的过程中,尽量在饮食上不要吃得过饱,晚上不可以吃咖啡或者是提精神的一些饮品。 中医一点通,小方子治大病,中医小治,一点就通。